一天一短文 陪您度过好时光 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 今天为你读的短文 是我在两年多前 因脚受伤在家养伤 听线上广播 有感而发的笔记 题目是卡猴 在养脚伤这段期间 听到一段苍蓝歌医生 分享急诊室值班经验 鱼刺卡猴是除夕夜里 急诊室排行榜第一名 原因是华人过年 吃全鱼的习俗 鱼刺卡猴在除夕夜 急诊室一个晚上 竟可以发生十几个案例 我挺会吃鱼 连秋刀鱼 柳叶鱼这种小鱼刺 别人可能觉得不碍事 吃下去的 要我足以 搞刚地挑出来 也难不倒 但有一次 严重卡猴事件 让我险些休克 这件事 是发生在我小学的时候 小学三四年级 父亲决定从 主妇家搬出来 独立门户 当时全家搬到 两层楼的木造房子 一楼是父亲 做批发布料的门室 以及母亲 做裁缝的地方 二楼住家 有三间房 分别是 父母亲的主卧 两位兄长 以及我的房间 平日店里忙 大哥总是以 长兄如父置居 管教弟妹 甚是严厉 身为老妖的我 自小根本是 被父亲捧在手掌心的 面对才年长四岁的大哥 却会异常惧怕紧张 发生卡猴事件 就是这一股 非寻常的 惧怕紧张 所造成的 那是个大热天 木造房在阳光垂直 行经北纬35度的季节 晒得特别难耐 我抓了几块冰块 一个人躲在楼上房间里 吃着冰块抗暑 可能是在假装读书 偷看漫画 还是偷画画 也不太记得了 总之就是太过入神 完全没注意到 严厉的大哥 已经出现在我的房门前 对着我问话 我整个惊吓起身 想回话 不料几块冰块 竟能这样滑下 卡在喉咙里 一时间 喉咙撑得疼痛 无法出声 大哥看见我 面红耳刺 觉得不妙 赶紧跑来拍背 垂胸 看见卡猴的异物 还不出来 赶紧进一步 他抓着我的双腿 让我倒立 命令我用力 可出异物 三番两次 折腾下来 我根本无法呼吸 差一点 以为就要昏去 实在没力气 再配合指令 我才摊坐下来 指着桌面 示意 喉咙里卡住的异物 是冰块啊 那一瞬间 他也明白 前面的瞎忙 于是兄妹俩 一起坐着 等着喉咙里的 那些冰块融化 以上的童年小故事 我会在带学生 做科学探究时 拿出来 跟他们分享 定义问题 是探究的第一步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在科学探究的教学中 告诉他们第一步 定义问题 必须先反复检视 资料来厘清 若第一步定义错误 则后续动作 大概就会像我这一般 卡猴的经验 都是瞎忙啊 如果您还喜欢 这样的短文 请到我们影片下方 所连结的粉专 按赞 订阅 及留言 或帮我们转贴 与分享 您的支持 是我们制作 每一支影片的动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